不论时代或环境如何改变 军人的唯一信念就是捍卫国家、效忠人民 时代演进只是生活形态的不同呈现 牺牲、团结、负责的黄埔精神则是永远不变的 没有错 本周黄埔百年系列第十集 就是讲述黄埔创校百年来 国军始终以福音国家与人民为己任 在历经了民主化的过程及军队国家化的实践 如今的国军官兵传承着召见于黄埔 传扬于凤山的使命 成为一支现代化的精锐国军 继续以坚定的意志 肩负起捍卫国家安全的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人用笔写历史 有人用影像记录历史 烈士们建国 前辈们建军 自黄埔创校那一刻起 国军及肩负植干戈 以未设计的重责大人 先后经历了东征 北伐 脚贡 抗热等战业 这是无数的烈士及袍责前辈们 用先写 这类与汗水 所书写的历史 用生命音符 所谱成的壮歌 在这一世纪的时光中 黄埔的命运与国座民命相连 如今 我们也传承着造建于黄埔 传扬于凤山的使命 是以黄埔精神捍卫中华民国发展 以黄埔军魂守护两岸和平 让国家在稳定中成长 人民在幸福环境中安居乐业 然而时代改变 环境改变 但军人保国为民的智节 不曾改变 不论是牺牲 环节负责的黄埔精神 马尾突围的毛链精神 或是宜挂几重 临危不乱 忠勇爱国的剪桥精神 都不是仅仅单一军种的 精神教育内涵 更是全军官兵 所必须有的深刻替认 军队是属于国家的 全体国军是属于中华民国的 我们唯一的信念 就是捍卫国家 效忠人民 军人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力 只有权力以赴的责任 即此 国军官兵应体认 时代演进只是生活形态的不同呈现 牺牲团结负责的黄埔精神 则是永远不变的 国军富有着保卫国家 保护人民的职责 面对当下我国外部环境 捍卫国家主权的使命 意显重大 国军官兵必须清除体认 中共从未放弃 以武力夺取中华民国的念头 民国38年政府前台后 中共急发动古明头 以江山及823等战役 企图以武力夺取台湾 在国军奋勇抵抗 每位冲锋陷阵的英勇官兵 同生死共患的之下 使中华民国历经诸多 关系国家存亡的关头 终能生生不息 中华民国在历经了 民主化的过程 及军队国家化的事件 逐渐形成多元民主的社会体制 国军以扶英国家 与人民为己任 现阶段 中华民国仍面临中共的威胁 此威胁来自一个 以党领军 以军定政 不符民主国家常态的威权体制 对中华民国的国家安全 及国际生存空间构成严重的挑战 中共各种玻璃性的军事挑衅行为 严重影响台海及印太区域和平稳定 在台海情势紧张之际 国军官兵必须保持高度敌行意识 强化建军备战 兵持处处接战场 实时做训练的原则 情绪经验 断住坚实战力 国军整体战力的提升 是信念 与师俱进的是实力 国军始终以务实的态度 努力提升整体防卫战力 民国108年9月 陆军装甲586旅联合兵种营编程 提升作战部队 执管 木获及地空整体作战能力 发挥三军联合作战效能 在精进战术战法的同时 具体展现三军同根同源的精神 现代战争讲求联合作战 联合兵种营 有别于以往单一军兵种的 迎级部队 强调三军联合作战 相互协调 发挥统合战力 克敌制胜 说明了三军一体 同根同源的重要性 透过三军互助合作 培养血浓与水的革命情感与默契 建立如手如足 同根同源的信念 由于台湾 四面环海的地理位置 国舰国造的国防自主政策 随着潜舰下水 与高效能舰艇交船成军 不仅提升我国防自主能量 也打造现代化 专业化的海上长城 向世界展现我们全方位 捍卫海江的决心 作为国舰国造的海军新战力 本建为双船体构型 特性为逆中性强 高机动力及载弹量大 并具备区域防空火力的轻快兵力 使我军能更有效 遂行防卫固守 重诚贺阻的关键战力 一直以来 全舰官兵均秉持海军 锚链精神 承先起后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遵守各项既令交办的严格管制 完成上级所交付的 各项战备演训任务 秉持备战而不求战精神 努力坚守岗位 克尽职责捍卫海江 在台澎防卫作战中 无空防及无国防 强化空中战力 是维护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一环 因此 无论是国机国造的永兵号高脚机 或是F-16V结装成军 都是现代化国军强化空防 与追求国防自主的具体表现 也是黄埔精神的实践与延续 在我们台海周围 这样子一直的活动偏凡 然后我们就是按上级指示 然后一直待命 随时去做对应跟接礼的部分 那在官校门口的一个标语就是 我们的身体 飞机炸弹 因与敌人这边共存亡 最近最好随时可以牺牲主队 今日的国军总武前线 与时俱进 将为何而战 为谁而战的信念 做了更完美的诠释 民国八十年 武克正少将是非金国号战机不幸训职 民国一百零一年 空军飞官王统毅在法国受训时 为减少伤亡 毅然决然将飞机带离仇密的助拆区 因而延误跳散时机 不幸坠机训职 民国一百零九年 汉光三十六号演习前 海军陆战队进行联合登陆作战操演时 发生橡笔艇翻覆意外 厅长阿玛勒到卡图中士 不顾个人安危 而是大汉 先就挺上同仁 最后不幸训职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无数执行清销任务的化学兵 投入口罩生产的后备军人 持援快筛国家队的官兵 以及担任医疗工作的国军医事人员 总是不畏风险 勇敢站上防疫第一线 更有许多官兵 在乡里遭逢天灾人祸时 并持人积几积 人逆几逆精神 即刻持援 全力救灾 汉国人一起携手重建家园 这些新一代军人所展现的 即是忠勇与爱民精神的写照 从开国到现在 国家前途 百姓生命最后每每交到军人手上 当历史来到眼前的时刻 我们都在面对历史 书写历史 当历史不能再严的时候 是要由你我用行动来代言 展望未来 国军官兵不分你我 阶级高低 不论在本岛 外离岛 以或地面 空中 海上 在任何时候 都要以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 忠于团队为先 默默建立军人使命 并以实际行动传扬 牺牲 团结 负责的黄埔精神 我以黄埔为荣 联合作战 捍卫国家 我们都是黄埔儿女 三军同登同园 齐心守护家园